好久不见啦 八百多天前才也放回家 姆拉斯又熊熊入境啦 咦 怎么多了一个亲密伴侣 两小无猜 令人更惊讶的是 画面里面同时出现了另外一只黑熊 同人看到内心是非常的开心 尤其是看到两只小熊 嬉戏玩耍的时候 那种萌呆的样子 大家都觉得已经被疗愈到了 国有林班地内的红外线自动相机影像 惊喜发现广源小熊姆拉斯现身 已经成熊的他 身边还多了角落小伙伴 两年多前野放石的景圈早已脱落 但熊熊重返山林后 你看天地是我家 好幸福自在玩耍 大爱新闻台东综合报道